Hello 大家好 今次我们讲的是能量 能量一天又抽象 大家会觉得到底如何证明 这个是否真实存在 如果在身体层面的能量 包括麦伦 可以透过光谱去知道它的存在 这个亦都已经被证实了 而经络的话 其实如果大家 上网买也有机会见过 有些月位笔 它会 detect 到月位 它的电磁波 是跟其他肌肉的位置不同的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其实我未来会有 四场不同的讲座 但这个 topic 都是同一样的 就是横卡四个不同的日子 就是针对这个经络的平衡 一般大家 可能听过别人说 我的胃经不好 我的胆经不好 又或者甚至你会听过 叫我晚上11点前要睡觉 但你不知道 exactly 原因 可能有人说 跟胆有关 跟皮有关 跟肝有关 正如我见客的时候 我会想知道 他到底每一天 哪个钟数起真 而他起身的状态 如何 还有他什么钟数 会觉得特别累 因为这些都是很好的啟示 但是更好的就是 其实有一些肌肉测试的方法 他测试的其实不是肌肉的力度 而是那个经络能不能够 hold到这个挑战 简单来说 譬如如果两国交战 而你东边跟他交锋的话 你没问题 你谈全国之力 去跟他东边正面抽击 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西边又开了一个新的战场 你要将你整个国家的军队 100%分开两边去应付的话 你可能已经左右夹击 已经觉得有点吃力了 那如果这个时候 连南边都着火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可能已经处理不了 那这个就是同样 你想像一下你身体的情况 跟刚才说过的两国交战的 东西南边一样 就是当你有一个器官 终于叫做状腑 这个状腑 它有自己的能量管道 那就是经络 它会将这个能量 传递给自己全身不同的地方 它有特定的路线图 那这个路线图 它所经过的肌肉 如果受到某部分的冲击 就是一个很小的压力 如果它东边没有打 西边没有打 只要这个南边轻轻的压力 它立即可以谈全国之力 去锁住它 但是如果它东边已经打 你整天都熬饭的 你这个人 另外就是 身体吃了很多 一些不应该吃的东西 例如很多防腐剂 跟着很不健康的食物 它就等于东西都已经打仗了 你再加上这样一个刺激 它可能已经不能够 它会立即有一个 好像瓦解的状态 但是当我们知道了 它在哪里 保持不住的时候 其实不代表它有什么大的问题 只不过是 我们了解到 它可能是东西南 同时都在交贱 所以它不能够 有不同的reset方法 有一组的reset 是跟身体的循环系统有关的 就是身体功能上 譬如说 我们做得不多运动 流汗流得少 所以身体没有办法排出 这方面的劳肺的物质 而第二种 就是在脊椎 沿着脊椎的reset制 这一组就是跟大脑 传递信息到器官有关的 可能那个位置 咦? 那条线不是很通 我们reset了它 咦? 立即通了 那第三种 就是跟精神压力有关 咦? 原来是关事的 是关事的 很多时候 我们找完前面 后面 咦? 不是的时候 第三组 你一碰着 立即reset到 原来是精神压力 譬如说 你常常都很担心 常都很生气 绝对会影响到你的经浪 即是你的 撞苦 这是中医的说法 而西医的说法 就是你的器官的功能